變小所以賓 嘿大家好 我是低吉人 那麼今天這支影片 我去了位於左營的國貿社區 這個地方其實算是一個 滿熱門的一個攝影的地點 之前來高雄玩都沒有機會去到那裡 所以今天我想說挑一個有空的時間 去到了國貿社區拍照 早上一早其實先是前往龍湖塔那邊 然後因為我覺得那邊拍攝起來的感覺 實在是沒有到很順 好 休息一下 真的 口乾熱 真的是太熱了 整個再素飲一下休息 腦袋可能壞掉了 真的很熱 再加上那一天 其實做了一件很白癡的事情而已 你以為沒帶機卡啊 已經夠秀了啦 我連電池都沒有帶到 所以今天去果貓那邊的時候 我已經在外面遊蕩了兩三個小時 其實已經有點身心疲憊了 所以整個開始的心情就不是非常好 可能也間接導致後面拍攝的時候 比較沒有那麼順利 但是我覺得整體在果貓社區那邊拍起來 其實還蠻好玩的 因為那邊其實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 你只需要在那裡生活 就好的一個範圍 那這支影片也分成了兩個部分 那第一部分就是所謂的第一人稱攝影 然後第二部分我一樣會挑幾張 我覺得比較喜歡的照片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拍的當下 在想什麼事情 那麼在開始之前 先讓我自己幫自己工商一下 就是我最近有在籌備 賣一些數位的產品 就是貼補一下家用這樣子 然後那邊有一些像是 Lightroom的濾鏡寶 然後我會把它做成電腦版可以用 手機也可以用 然後或是一些我自己畫的桌布這樣子 像我最近就有畫一個那個 Mojave的手機版的桌布 因為我一直覺得這個撒球其實還蠻好看的 然後那個時候就準備一個給手機用 所以如果你想要支持這個頻道的話 可以去貝注欄連結看一下 我會把購買的資訊都在下面 那如果沒有興趣的話 也不要覺得很有壓力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好我現在來果貌社區這裡 今天早上去龍湖塔 其實拍的都沒有到很順利我覺得 雖然這裡已經算蠻芭蠟的景點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 跑點的優勢就在這裡 就是你至少可以看到 一些比較特別的景觀 然後看可不可以利用特別景觀 跟這邊的光線去做出一些 還不錯的構圖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先去裡面吃吃飯 好等一下再去拍照 好然後因為呢 我覺得這種社區的這種地方啊 感覺大家通常比較不喜歡拿著相機的人 所以我待會呢 就是以這樣手持的方式來拍照 我就不背背包了 然後我今天用這個底片模擬 我會再把它PO到我的限時動態上 大家到時候可以再去我的精選動態看一下 好今天這一次呢 試試試看用手拿 如果比較歪的話 大家再見諒一下 還可以讓你有吃滿多 Luca 我還不喜歡śmy 把自己的胃 vive粒 如果現在宣enas能有很多 就很好 letter 所以我已經是幾個必須的 這是比撃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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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